你敢信 原来每个含泪转行的主播背后 都有一群魔鬼网友的推波助澜 眼前这个小哥开始只是跟卖栗子的 然而栗子还没开始卖 开栗子的工具 却引来一群魔鬼网友的围观 甚至还有网友表示 自己不想要栗子 只想要开口气 无奈的小哥只能被迫转行做起了木甲 还有这个簪娘小姐姐 原本靠着手艺 循规蹈矩地做着簪子 可魔鬼网友并不买账 纷纷表示想跟她做武器 卑鄙无奈的小姐姐 只能当起了助剑师 可是要说最逆谱的 还是这个吃鸡主播 虽然游戏玩得很溜 但是直播的时候 一直没什么人气 往往没想到的是 主播只是白烂 发了一期煮饭颠勺的视频 反而意外爆火了 甚至还有群 看热闹不嫌失大的网友 竟在主播直播打游戏的时候 在线点菜 最后主播只好含泪放弃游戏 当起了主播 好家伙 每一个都是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呀